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本身大学的时候主修的是美术 所以其实对设计的东西 颜色 其实以前就训练的会比较敏感一点 对 那因为一直都在忙于工作 所以就没办法在我以前学的这个领域里面 去好好去发挥一下 那如果有机会可以跟黑天这样合作 我觉得当然会很好 但是又是时间 对 什么问题 什么都OK 就是时间 差不多就是你们看到这样子 现在就是 比较casual 然后其实我蛮喜欢穿着很多口袋 对 因为出门有很多东西要带 要带火箱糖 手机 车钥匙 家里的大门的遥控器 对 然后钱包 有了没的就全部都放进去就很方便 因为有时候如果有一些地方 就是觉得带包包麻烦的话 我觉得就 这种裤子就 对 然后本身因为我也很喜欢摄影 对 所以如果这种 之前帮人家拍照的话 比如测光表都可以摆进来 然后一个少的镜头可以摆进来 就很方便 是反拍 但是我觉得那反拍不能 是为了要坏而坏 它一定要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它会变成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 其实你 每拍一个角色 其实你会透过那个角色 去了解这种人的性格 他的世界是怎么样 那我去演一个 反拍一个坏人的话 就以我们社会的定义 他是坏人的话 那其实可以透过这部戏 我可以去更了解 社会上这一类型的人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就是不要装酷 就是酷 因为有一些人就是 觉得一定要装一个样子才是酷 反而会让人家觉得很好 想做他一点 但是有一些其实 他很自然 他生活态度就是这样子 他讲话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然后当他自己 其实就会散发一种内力 在自己的画 就是不 说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因此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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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